DSC這件事就是Break it or make it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brin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Sap!Sap! 兩年前的今天我和大家一樣 都是不停地問我那個 準備要打大佬 我記得在臨開考前的一個星期 我面臨了一場情緒的大崩潰 當時我對著我媽媽哭了很久很久 腦裏面有很多個問號 究竟自己準備好了嗎? 為什麼要這麼努力? 為了什麼? 萬一失了手 那就世界末日了 作為國內人 我很知道臨開考前的一個星期 屬於一個臨界點 其實這條橡筋已經拔過很癢很癢很癢 再扯下去的話 其實會是斷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臨開考前的一個星期 應該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以及practical一點的 就是你認考前一定要知道的小提示有什麼呢? 如果大家都不想這條橡筋在臨開考前一個星期 才斷了的話 就記得一定要看下去吧! 我也知道過去幾個月你們應該已經取得爆了 你想不停推高自己的grade 不停操作書 或者補很多五星星速成班 但當來到最後一個星期的時候 你的心態應該是追求穩定 不過我現在不是教你放棄追星 也不是想跟你說 只剩一個星期 你還可以改變到什麼 但這不是我今天想跟你說的主旨 為什麼我會覺得追求穩定這個心態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會很大程度地改變你溫習的策略 我很建議大家在開考前的一個星期 做兩件事 首先你要做一份很精簡的note 可能你平時有做的note 或者你沒有做的note 也好 我想你把你自己用而錯的東西全部記下來 第二件事 你要做自己的補習天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補習 但如果有補習天王的話 都會知道那些天王說話的口吻永遠都是 嘩嘩嘩 大家看著這裡啊 小心點 千萬不要吵啊 或者是 你現在給我拿起一支highlight pen 幫我大大力地highlight它 以數學科為例子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都忘記 有RHS這個 reasoning的人的話 你平時寫note 可能都會看自己 RHS 那麼炭號那麼炭號 但如果你要做自己補習天王的話 你應該寫下的是 看到三角形題目時 千萬不要忘記了還有RHS這個 reason 這樣的話 你是用一個第三身的角色 去提醒自己應該怎樣去做 至少對我自己來說 我會覺得有老師從旁提點我 我溫習的成效是更加高的 其實我溫習CAM的整個過程 我一直有記錄自己做past paper 或者我覺得要留意的地方 但到最後一個星期 我幫自己做多了一份超級精眼的note 上面就寫著 CAM Final Reminders 計數題 麻煩triple check 然後我寫了 你得一次機會 我這樣有點害怕 我是自己在嚇自己 DSC這個遊戲 真的很喜歡去翻炒以前的題目 所以做多些past paper 然後你做past paper 發現自己會經常錯的東西 麻煩你記得在這本精簡的note裡面 我覺得考DSC的時候 最不值得的 不是你看到一些新的題目 你不懂得做 而是你看到一些你見過的題目 但是你突然不知為何 醒不起怎麼做 如果你是不停求升grade的話 你可能會是 繼續看不同補習老師的note 繼續去背一些新的知識 入腦裡面 就算你有越來越多的很漂亮的vocab 或者一些不同的skills也好 你如果是永遠犯著同樣的錯誤的話 你的grade其實都不會升得去哪裡 何思培在比完奧運之後都表示 比賽的80%是心態 20%是體力和訓練 心理質素真的很重要 你入到考場的時候 真的不可以欺負 你要跟自己說 你已經準備好了 知識是無窮無盡 書你永遠都沒有困的一天 而你想想 其實幼稚園開始 你已經學著寫字背書 難道你讀了這15年的書 全部都是白讀的嗎 所以實際上 你已經用了15年的時間去準備 你千萬不要跟自己說 你還沒準備好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其實你已經輸了一半 入考場的時候 儘量放鬆一點 你要跟自己說 你是天下最強 陸上無敵的戰士 Captain America 都不夠你打 萬一你入到考場 本身信心滿滿 但是一打開訓卷 喔喔 看到你不懂的題目 你可能立刻退了 但這個時候 你會記得 你不懂的東西 又千萬萬個考商 陪你一起不懂 所以千萬不要給你一兩條 你不懂的題目 以去打擊你的信心 臨考前千萬不要喝太多的咖啡 因為你喝太多的時候 它還有機會令你有失眠的問題 這樣的話 有機會打亂你的作息時間 得不償失 因為咖啡 會令你身體釋放更多的利料素 ADH 有讀飽的朋友應該也有聽過 如果你喝得太多的話 你有機會做到下一卷 無端端就很急 如果因為急了 出出入入了幾次 那浪費了些時間 我就覺得不太值得 有些人可能覺得 收音機為什麼要帶兩部 一部都搞定 但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告訴我 收音機最好真的帶兩部 考試的時候 我會每一邊耳朵聽一部收音機 我記得考英文綜合卷的時候 我真的聽聽一下 發現其中一邊 是收音比較差一點的 它是摺摺摺摺摺摺 那時候我就馬上脫下了 然後只聽另外一部 大家不妨在考試前那一晚 想考評局的網站 查一查自己明天考試的地區 究竟收聽哪個頻道 會接收得最好 最好就是做一張 你要收取的東西的清單 收拾東西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過來人經驗 跟你說 我是真的試過漏大筆袋 那天我是要去考中文語道理解的 我還沒起書包 OK 出發 去到一半 我查一查個書包 OMG沒有帶筆袋 我就在地鐵站那裡 急討媽媽 媽媽沒有帶筆袋 然後我媽媽急忙跑出去 送那筆袋給我 幸好我沒有遲到 不過這個故事是一個反面狡猜 如果你去到考場才發現 那就真的 恭喜你了 到了考試那一天 你做完份卷 你可能會很心急很想去查答案 我知道網上不同的討論區 或者有些補習老師 他們都會發出自己的參考答案 但我現在奉勸你一句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去查答案 你做完的卷 其實就已經過去了 你無謂再去掙扎你 究竟做得對還是不對 你查完答案 你還可能會心思思 糟了 我那題好像做錯了 怎麼辦 最怕的就是 你會帶著各種負面能量 去繼續溫習下一科 令你發揮得不太好 DSE十幾天就很快過去了 嘩 長不長 短不短 我希望你們每個人的心態上 都可以調節到最好的狀態去應師 回想起當時 我讀書的時候 三個月的時間 只出過一時街 我很佩服當時的自己 這麼有毅力 可以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 坐在飯桌上 一邊開始做PASS PAPER 吃飯的時候 還在溫書 我高空時期 每天溫十五個小時 少的人 可能也有十二個小時 現在你叫我坐下 溫十幾個小時 我應該真的做不到 遲些我會拍攝有關 為什麼我會選Dental 或者Jupert Single Dimmer 選科之類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類型的資訊 想我分享的話 歡迎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 去DM問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還有按鈴鈴 快來考DSE的你們 真的要加油啊